据报道美国国院发言人日前应询表示 台湾地区已从美国购买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军事装备 这些装备采购支持了美国的制造业工业和技术 这不是来自美国的任何形式的慈善援助 发言人对此有个评论 美国打着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幌子 做的是赚取台湾民众血汗钱的生命 台湾是中国的台湾 不是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棋子 美国对台军售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中方坚决反对 今天上午中方举办了巴勒斯坦各派内部和解 北京对话的闭幕式 发各派代表共同签署了关于结束分裂 加强巴勒斯坦民族团结的北京宣言 请问中方能否详细介绍北京对话的具体情况 应中方邀请巴勒斯坦14个派别高级别代表 于7月21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和解对话 今天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出席了和解对话闭幕式并致辞 八个派签署了关于结束分裂 加强巴勒斯坦民族团结的北京宣言 这是巴勒斯坦14个派别首次齐聚北京举行和解对话 为饱受苦难的巴勒斯坦人民带来了宝贵希望 宣言高度赞赏中国为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权力 结束分裂统一巴立场所做的真诚努力 强调应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地区和国际广泛参与的 具有充分授权的国际会议 认为北京对话展现了积极和建设性的精神 同意在巴勒斯坦组织这一巴人民唯一合法代表的框架下 实现涵盖所有派别的民族大团结 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 建立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坚持包括约旦河西岸 耶路撒冷和加沙在内的巴勒斯坦领土完整 表示将根据八个派共识 按照八线型基本法组建临时民族和解政府 开展加沙重建 并根据通过的选举法尽快筹备并举行大选 强调根据通过的选举法采取务实举措 组建新的全国委员会 一致统一激活临时统一领导框架 并机制性运行 共同进行政治决策 同意成立集体性机制 全面落实宣言各项条款 为落实宣言设定时间表 正如王毅外长在致辞中所说 此次对话最重要的共识 就是实现所有14个派别的大和解大团结 最核心的成果就是明确巴结组织 是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 最突出的亮点就是围绕加沙战后治理 组建临时民族和解政府 达成一致 最强烈的呼吁 就是要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 实现巴勒斯坦真正的独立建国 王毅外长在致辞中 针对当前加沙冲突困境 提出三步走的中方倡议 第一步是推动加沙地带 尽快实现全面持久可持续停火 确保人道援助和救援顺畅准入 第二步是秉持八人治八原则 携手推进加沙战后治理 第三步是推动巴勒斯坦 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 并着手落实两国方案 三步走环环相扣 缺一不可 中国同巴勒斯坦是相互信任 好兄弟 好伙伴 中方真诚期待巴勒斯坦各派 在内部和解的基础上 早日实现巴勒斯坦民族团结统一 和独立建国 我们将同有关各方一道 继续为此做出不懈努力